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导致朋友你好 今天拜五 今天礼拜五了 我是华信邱琳泰 跟你讲这个 礼拜天来听演讲 礼拜天就是8月27号礼拜天 上午的九点半在台中 下午的两点半在台北 你可以播这个 0809 077 888 或者播我们公司的电话 或者直接到网路上去 我们有LINE AT去下载 你把它直接按那个 直接点就可以报名了 这么很简单 那我们讲的内容是什么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讲的内容是什么 是这个 讲的内容是这个 是这个 好 那么涨价题来 最近又涨到MOSFI了 那周周怎么获利10到20%的独家密集 2392 3988 加你怎么周周获利 我最主要是要讲这个观念 还有呢 投资朋友如果你有 这个 这个 个股 套住的话呢 你赶快来 因为一转换你就每个礼拜 10到20%了 很简单吧 我昨天 昨天你有没有看我盘过的 昨天的9 8 昨天的 5点半下午5点半 我讲的是不是 这是昨天的哦 我们之前在这边推荐的 一个礼拜啊 这时候到这边是72左右 73左右 今天最高86 是不是一个礼拜 是不是一个礼拜 你今天把它出掉也都OK啊 是不是一个礼拜 昨天还跟你讲这个 昨天啊 比特币概念 还有这是昨天哦 你看一下 今天跟今天对比一下 今天跟今天对比一下 有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跟今天 昨天在这边嘛 今天在这边 那我刚才那是 昨天跟大家讲的 今天直接 差一点点涨停 而且是跳空上去的 那我跟这个讲 这个就是说 一个礼拜 你股票不能多 所以这个一定要专业 你可不要 昨天去追光学 我昨天跟大家讲 光且那个什么 周转率太高 量太大 占大盘的25% 那个风险啊 今天一大堆都稍微跌停了 还有呢 比特币概念股 今天大涨 意思是什么 既有着创意 今天涨停 你就轮着动 涨一个礼拜 这边没有赚也没关系 卖掉了 这边就可以卖了 再涨一个礼拜 有没有 卖掉10到20% 这一档 你可以选择创意 华擎 跟四星K1 我模式很简单 我只要你两档股票 两档就好了 好 那讲到这里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 这一波行情的主角 就是二线光学 郁金光等等之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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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光 雅光那些 那如果那个结束了 那你现在看到比特币 再给大家看一下比特币 因为投资朋友一定要了解一下市场是怎么一回事 比特币你看一下 是不是比特币又来了 又来到4366了 注意看哦 最高是快要4500了 然后你看到技术面 你看到技术面 这日线 日线 又快要创新高 有没有看到 又快要创新高了 好 那我再讲一遍 下礼拜如果二线光学继续跌 比特币继续涨上来 比特币干领股继续涨上来 对指数不好 你有科技股的 你有电子股 能跑就跑一跑 因为比特币原本就是币型了 突然间比特币又开始拉 又开始拉 爱沙尼亚这个国家 自己国家自己发行这个虚拟货币 他们要变成他们的国家的货币 有些国家自己人民币 自己中国大陆自己有人民币 他还是比特币列了他们的法定货币 爱沙尼亚这个国家根本 不用再发行货币的 直接发行比特币 直接发行虚拟货币 所以这个挖矿等等之类的 虚拟货币的这个会越来越夯 不是今天突然间拉3443 是因为二线光学下来了 光学全部都下来了 光学下来了 会不会中小型电子股 解决或者大盘告一个段落了 国际股市也不好啊 你看美股 美股怎么会好 美股怎么会好 我拿给大家看 我看一下美股 拿给大家看美股 你以为美股很好吗 你以为美股很好吗 这是道琼 你以为美股很好吗 这是月线 这是季节 也上不去啊 你以为美股很好吗 你只要有个依据吧 对不对 这是纳斯达克 很好吗 很好啊 没有很好啊 有没有 这都是几阶段的下跌 每一次下跌都有破低啊 跟这边之前都不一样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有没有 这个还绵绵强强强 这个飞成半导体 罗素两千 很好吗 这跌成这样的 这个都是死亡交叉了 不是这样 那代表中小型股啊 是不是 你保安注意铁矿杀 那个还在拉 中国大际今天还在涨铁矿杀 从什么第一桶啊 什么的 你都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个东西 再来看一个东西 这个叫什么 道琼一珠指数 你看昨天都还破低 昨天还在破低 道琼不是 都已经稍微有点弹上来 还在破低 很好吗 只要小心哦 不要说我没跟大家讲哦 我要的只是一个 很正确的观念 美股没有很好啊 美股没有很好啊 这两个杰克森洞 如果这个央行联会的话 发表什么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个东西 像2603 有没有 今天这个还在涨 散装还在涨 两个避险的 一个叫BDI BDI这两天在小 跌幅收敛 如果开始转强的话 这个又要继续飙了 这十天怎么做 长龙这个天天都有高点 你有没有想过 比特币突然就拉上来 这是创意创新高 下一个阶段的就是比特币 要取代二线光学的 就是比特币概念 我还要加码 不过快你轻软 你轻软也有 对吧 你轻软软啊 你才开始软啊 这个箭头在这儿 有没有 要跟两下 接下来软空会落在 比特币概念 你拭目以待 接下来软空会落在 比特币概念 因为他们的 券也蛮高的 问题是你 他们至少还有一些 基本面 光学根本都没有 基本面 没有基本面 而且如果快一点的话 9月中旬左右 下个月马上到了 9月中旬左右 iPhone 8就推出来了 是不是叫利多出镜 已经有市场上跟大家讲了 iPhone 8如果卖得越便宜 概念股才有机会 iPhone 8卖得越贵 你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供应 败得越贵就 量就少 这一次我们演讲会 一并跟大家讲清楚 演讲会一并讲清楚 大家对这个市场上 还搞不清楚 接下来软空会放在 比特币概念 你拭目以待 但是软空会放回来越小 比特币概念股票不多 但是搭配AI的话就多了 搭配AI人工智慧就多了 这就跟大家讲观念 观念才是最重要 这样一个礼拜 我们会一成到两成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一档股票 你来听演讲 我也是要跟你讲这一档股票 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已经 我跟你讲已经有点累了 有点累了 有点累了 注意一下这一档 这是极短线的 风力发电的 极短线的 有没有 注意哦 因为它第一季啊 只有一脚都不到 一分而已 第一季0.01 第二季就1.28元了 低高空这成长几倍 100倍了 好 那为什么提到它 815大停电之后 现在啊 你要找这一种的了 有点小冷门 股价都还在低点 有没有 有点小冷门 股价都还在低点 有没有 股价都还在低点 这个股票几乎马上要发动了 几乎马上要发动了 拿来大家看 它的日K线 上也投控 刚好震荡整理到最后阶段 最后整理阶段 那第一季 第一季 所以四五六三个月 它就赚了一块二八 估计明年这一块 两年之内可以成长十五倍 如果电子股要拉回 这种是一定不要 而且因为815大停电之后呢 那建户啊 他给他摸在修 台中政府也要弄封电 今天经济的代理经济部长 我们经济部长因为815辞职嘛 那代理的也去讲到 今年要整个扩大 从3GW变成6一倍 的这个容量 注意哦 上尾投控 3708 好 没有关系 你要怎么做都没关系 我没有意见 我只要跟大家讲 注意我们跟大家讲的 这礼拜 这礼拜天的演讲会 教你周周怎么10%到20%的利润 一样呢 这礼拜的演讲会怎么样 在哪里 礼拜天 只有礼拜天而已啊 早上台中下午台北 台股星空店 我们会场见 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这礼拜天的